麦当劳公司在俄罗斯经营30多年 雇用了6.2万名员工 截至2021年底在俄罗斯拥有847家分店 去年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经营的业务 占该公司收入的9% 麦当劳表示目前暂时撤出俄罗斯市场 是为了捍卫价值观 因为他们不能忽视在乌克兰发生的 不必要的人类痛苦 除了麦当劳之外 食品业巨头达能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也宣布 暂停在俄罗斯的所有投资项目 但是他们将保留对当地居民的基本食品供应 而拥有肯德基 毕胜克和塔可中和Happyt Go的百胜餐饮集团表示 已经暂停在俄罗斯的所有投资和开发业务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明玉综合报道